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在陕西西安 现在我所处的位置是西安市的碑林区 眼前所看到的这栋建筑就是西安的标志性建筑 西安的钟楼 我现在来到钟楼景区这里 今天是2023年的1月8号下午的三点钟 今天来到钟楼这里 顺便带大家看一下 在春节期间 钟楼这边的旅游业恢复的怎么样了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下午的三点钟左右 前面这边就是钟楼的环岛 这条路是西安的南大街 它这边有四条大街 分别是东西南北四条大街 在开源商城前面这个广场上 现在已经有不少人来这边游玩了 如果到了下午晚上五六点之后 这边就会聚集很多人 因为西安钟楼这边本身就是一个景区 来这边旅游和逛街的人非常的多 我发现在开源商城前面这条街道上 特别热闹 到处都是人 这两间县的天气也比较好 而且这两间县我感觉温度也上来了 这外面都有个十几度了 穿的棉衣还显得有点热闹 前两间比较冷 这两间温度一下上来了 天气暖和了 大家也出来逛街了 我们再去前面逛一下 这边有一条小吃街 汇聚了中国四面八方各个城市的特色美食 来这边可以品尝一下 看看中楼这边此时此刻的人肉量还是蛮大的 但是如果放在疫情之前 眼前这个景象差不多就是西安正常内的周内的一个景象 因为这边如果到周路周末节假日 人超级多 各个地方的人都来这边旅游呢 现在这个还没有恢复到疫情之前的一个状态 如果搁在疫情之前 19年之前在这个春节假期之间 周六周末 中楼这边来这边基本上都走不动到了 因为这个这边到时候全部都是年轻人来这边玩的 开园商城 我们再去中楼的地下通道看一下 这边有好多卖鲜花的 也是中楼这边的一大景象特点 我现在来到地下环岛这里 地下环岛这里 人流量比前提前倒是增加了不少 但是这个还是没有疫情之前多 现在来这边旅游的话 相比之前大概恢复了四五成 大概将近一半 这个地下通道是先是最大的一个地下通道 而且有很多人走这个地下通道 他们都会说来这里面会迷路 因为在这个地下通道里面 抽口特别多 我们看一下地图 地图上显示这边一共有九个抽口 很多人都会说来这里面会迷路 甚至在里面走个半个小时都找不到抽口 但是我觉得这个里面现在标的这个数字 挺明显的 你要去哪个地方 你直接看这个数字 它里面有那个抽口的数字 比方说你要去回民街古路这个方向 去九号抽口 做地点的话 在七号抽口这里 我觉得还是挺明显的 比较好辨别 可能对于外地人来说的话 不熟悉这里的话 确实不好找 因为这里确实还挺大的 抽口也比较多 再往前面走 这边就是乘坐地起的一个地方了 中路地起 现在这边有二号线和六号线 开通之后的话 这边人也就更多了 参观中楼可以从这边过去 我现在出来了 来到了中古楼广场这一块 广场这块人还是蛮多的 今天天气比较暖和 好多人都会来这边晒太阳 坐在这个台阶上 来看一下 来这边休息一下 还是蛮热闹的 那边是十七金花 不过十七金花已经必定好久了 我再去回民街那里看一下 我发现来这块 好多人都是去的回民街的 因为回民街那边 有好多特色美食 大家都喜欢去那里逛 哇塞 看看此时此刻这个通道 也是人山人海 前面就是古楼了 能看到古楼 我记得以前走这条通道的时候 都是后面的人把你往前推着走 你不走都不行 因为后面的人太多了 往前都推着你 看一下西安的古楼 西安古楼这边现在也开放了 可以上去参观了 这里面是需要门票的 可以买一张中古楼连票 单独参观中古楼的话是三十元一人 如果买中古楼连票的话是五十块钱 可以参观中楼和古楼 从之后再望一望下面 旁边这边都是房谷建筑 西安莲湖历史文化街区 这里面就是大家所说的回民街 西安最有特点特色的一条街道 街道两边都是美食啊 这条路也是美食街 看看现在这里超级热闹 全部都是这种小吃 西安的特色美食 牛羊肉泡馍 还有烤肉 面条 真的太香了 我觉得走这条路上 喜欢吃美食的朋友 压根走不动道 因为两边都是这种美食 香气飘过来之后压根顶不住 电影制片场 在这边还发现了一个火车图 大家看一下 东方红号 还挺有意思的 里面的话我就不过去了 因为里面人太多了 我就不带大家进去转了 因为里面跟外卖都是一样的 这条路上全部都是这种美食街 外地人来西安旅游必打卡之地 看一下 来西安的话 一定不要错过这条街道